大家好 中共最近這一年來 真是在國際政治上是醜聞大出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一個這麼大的國家 自稱為什麼世界強國、大國 還有什麼世界第二經濟體 它可以有一個外交部長 被共產黨的黨魁和國家主席阿習 將他親自提拔的 今年年初提拔了他做外交部長 由駐美國大使變成外交部長 結果六個月 即半年之後離奇失蹤 到今時今日都沒有一種說法 沒有一種正式的宣布是出了什麼事 開始的時候完全根本就沒有人 那個什麼外交部發言人的 全國際記者問他們 沒有回答 說你們看我們外交部的官方網站 你就會知道 整個網站都沒有報導了 結果是過了兩個多月才宣布 新的外交部長叫王毅 都不知道新的在哪裡 這個王毅做了十年的外交部長 翻炒牛肉 香港人說翻炒牛肉沒有味道 真的沒有味道 即是很荒唐的 到今時今日都沒有一個交代 秦江外交部長 大哥 外交部長不是一個普通的官職 即是一個正常國家來說 總理或者總統之後 排名排到外交部長 所有的部長裏面 其實最重要是外交部長 才輪到國防部長 經濟部長 所以非常非常怪異 最近為甚麼 即是他已經離奇失蹤了 都快半年了 為甚麼突然間 全世界的媒體又開始講 是因為一個美國的 非常有權威的媒體 叫做Politico Politico 中文有時翻譯是政客 這個是一張雜誌 原本是一個雜誌 它也是一個網站 所有雜誌都是網站 是一本很權威的雜誌 即是這個雜誌 通常他們說的是 他們經過非常慎重的審查 非常慎重的調查 之後他們才講的 所以就很受重視 如果你一張小報這麼說 沒有甚麼人來 但這個是國際大報 所以就很多人有救市重提了 那為甚麼會有救市重提了 原來這張美國的雜誌 說起來這個雜誌不是完全美國的 它是屬於一間出版社叫做Springer Axel Springer 這個Springer其實是德國的 德國的一個出版社 但是它的雜誌是在美國建立 美國出了名 美國的政界人 全世界的政界人都看這本雜誌 這本雜誌就爆出來說甚麼呢 按照他們所說的消息聯通人線 是中共黨內高層的消息人線 告訴你 陳剛在7月25日就已經死亡了 我記得是大個鐘 就是那個時候了 7月底左右了 死亡了 他死亡的時間是和俄羅斯副外交部長 Rudenko 盧登科 訪華的時間是很接近的 按照這張雜誌 政客就說 盧登科 按照普京的命令 就要去北京 將一些秘密說給他們的盟友習近平聽 所以他講甚麼秘密呢 就說 喂 你要注意 你那個外交部長秦剛 將機密的中共核武器情況的情報 全部給美國人 全都給美國人聽 那所以呢 這個 阿習就非常憤怒 老羞成怒 立刻判這個人 置於死地 這個是英報紙這樣說的 他說他的死的方式 是按照那個消息人士說的 要麼就是自殺 或者被自殺 要麼就是被酷刑 被酷刑 打壓至死 那我個人呢 就是相信他已經死了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因為到今時今日 這張報紙已經報出來 差不多都有兩個星期了 一路中共不出聲 如果他還是活 還是生養人 他肯定會搞一些名堂 讓他出現 譬如說在電視攝影機面前認罪啊 或者是放一張照片 他參加了甚麼會啊 或者在街上行 總之要用各種方法證明他還沒有死 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到今時今日都沒有這樣做 這個肯定是出了問題 還有大家都知道 他突然間失蹤了 最後又問一下王毅 翻炒牛肉來代替他 就證明了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 很多奇奇怪的事 但是我個人的傾向是什麼呢 就是他很可能沒有了命 而他沒有命的原因 我覺得是因為 阿習想武統台灣 想整頓整個軍政大員 就是不只是軍隊 你打仗不只是靠軍隊 你那些政治界的高官一樣要參戰才行的 是吧 因為 我覺得是甚麼呢 阿秦剛也好 還有那個前國防部長李尚福 他也是失蹤 李尚福也失蹤 還有李玉超 火箭軍的司令員 還有那個張震忠 另外一個裝備部的主任 這幫人呢 是反戰 所謂反戰就是 他不想攻打台灣 因為他們知道 勝券不在握 所以他不是說要跟阿習作對 而是他為了自己的命 他知道 如果習近平真是下命令攻打台灣 他們知道 他們軍隊高層的人知道 美國 日本 都會參戰 中共是完全沒有勝券的 是死路一條 所以他們死都不敢這樣做 那怎麼樣呢 很可能他們在秘密裡計劃一個政變 這個政變的計劃就洩露了出去 給俄羅斯的特工都知道 所以有可能是這樣的 就是我個人的 因為秦光本人 他不會知道很多中共核武器的秘密 他是外交部長 但是呢 參與政變就非常有可能 非常非常有可能 就是主要是為了救自己的命 總之呢 這個是對我來說 大家真的一定要明白 共產黨的頭目是沒有人性的 你想一下 秦光曾經是 是因為習近平是要提拔的親信 還有他們是私人的朋友 習近平的老婆和秦光的老婆的關係很好 整天坐在一起做飯吃 總之是朋友來的 不僅僅是同僚 但是共產黨的人性是被歪曲了的 歪曲了 他們的人性已經不是人性來的 是魔性來的 魔鬼的魔 人都是這樣的 人生出來有佛性有魔性 人性的基礎上 你可以發揚光大你的佛性 你也可以發揚你的魔性 共產黨的人很多經過共產黨的洗腦 從一出生到你長大的洗腦 你慢慢慢慢沒有你的佛性 人性都被歪曲 被魔性取代了 一種人面的魔鬼 所以大家 我覺得真的 我看到很頭暈 我對他們完全沒有任何幻想的 他們連自己的親信都這樣對待 你不是他們的親信 更加是格殺物論 真是殺人如割狗菜了 所以大家要認清這個共產黨的本質就是這樣 這件事就講到這裡了 再見 謝謝